大驚軒的點心 其實挺特別的 我們先看照片吧 是帥仔 這個鮑魚酥 下面那些是海芯 每個人都做鮑魚酥 但這個有海芯 對 這個有海芯 那又不同 這個鮑魚海芯酥 對 那味道是否好吃 好吃 因為平時我們吃的鮑魚酥 它多數裡面的餡是雜菌 雜菇等 有時候是雞肉 它這次放海芯 我覺得是滑的 蠻好的 這個價錢應該比龍景軒便宜一半吧 它整個加起來 因為它一套是連盒子 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是200元左右 那OK啦 如果我沒有記錯 因為我忘記了 明白 我們看下一張照片就是那個盒子 你一叫就要叫了三樣東西嗎 是的 它是兩層的 下面好像櫃洞一樣抽出來的 哦 明白 那個是叉燒 後面那個是乳豬 那六樣點心加上200元 是的 我記得好像是200元左右 明白 下一張照片是不是下一層呢 是 沒錯 哦 這樣挺有趣的 是的 有三碗點心 有燒賣 大節燒賣 有一個素餃 這個素餃叫蟲蓉肉龍素粉果 明白 另外一個黑松露楓葉果 嗯 嗯 風葉果會有蝦 是的 也是蝦來的 其實加少許菠菜在那裏 那一叫就要叫前後六個點心 是的 其實一個女生剛剛好的我覺得 其實OK的 漂亮的 還有有些人其實每種點心都想吃一粒而已 是的 即如果你兩個人吃一粒四隻 有時候又不太方便 然後你推外釀 經常都會 所以有時候 剛才香公那個蝦九三粒 就適合三個人 但有時候 其實我想一下 可不可以因應多少人 蒸多少粒 有些人現在都會這樣做 是的 但也有些人未必做到 如果可以 我覺得 我知道會加重了那個work load 還有那個入機可能電腦又要設置 諸如此類 還有擔心好人會出錯單 但是我如果對於客吃客來說 就會覺得facible一些 即是靈活一些 所以他們現在的招好 即是六塊點心 每一塊是一款 這樣賣 你想一下如果它逐塊點心是怎樣 那些中間客廳又怕 有些人吃三塊點心就坐兩個小時 所以很難搞的 所以它這一套也有好處 還有賣相也挺漂亮的 還有你放在裡面 你的櫃桶拉進去 推進去 可以保住溫 你吃完上面再吃下面都可以 那最後一張也很棒的 就是三色餃 對 這個三色餃也挺有創意的 一件就是龍蝦 一件就是西班牙的紅蝦 一件就是賴尿蝦 一件就是賴尿蝦 所以有不同的味道才可以 而且它要遷就蝦 都比較偏大隻 這隻蝦餃是平時蝦餃的大三分一至三分二 綠色的就是菠菜編因洲龍蝦餃 而七彩色的那隻是桂花酒香奶尿蝦餃 雖然說賴尿蝦 但因為賴尿蝦的質感 會覺得霉一點 於是它也會再放海蝦 明白 但這樣玩法很有心思 對 三種不同顏色和三種不同的蝦 但一叫就要三種上去 沒錯 令我想起 哪一間呢 它將一隻蝦分幾款做法 炸精 以前是宜東酒店 宜東酒店 現在宜東沒有了 宜東黃永勤師傅過了文化廳 它的食物又好吃 金魚餃子 賣相有美食 味道也好 鹽焗雞真的好 好自然 蛋撻也好吃 下一張照片就是龍蝦餃 加上金箔的賣相 即是像我所說的 始終都是酒店級數 賣相擺點 都是會漂亮一點的 竟然點心都很著重打卡 每樣東西都擺得很漂亮 色彩很強烈 不止 他們隔離Line Rock的下午茶 經常變動 他們真的很喜歡跟品牌合作 做很多不同的下午茶 但點心這邊 他們很多時候都有一些新東西 我想因為他們酒店的格局也叫五星 但他們的位置又不是中環 又不是尖沙咀 也不是金鐘 即是少了很多歷史包袱 他們都知道如果你說高級 一定不是別人那麼高級 你不會跟Forceason比 那就玩新意 即是真是Local酒店 盡量搞些有趣的東西 尤其是它叫做身處旺角 旺角也叫做創新的地方 那個商場新世紀也有多年輕人走 也有多的 我也有去看電影 我也是年輕人來的 OK 看得出 謝謝 下一個就是南瓜包 我猜是南瓜 我那個叫金吉流沙包 嘩 正 其實有個金吉味又不是很出的 其實很難的 如果你真的把金吉放進包皮裡 蒸完之後很難還有水果的味道 除非你用這個香精 你看到白色的味道 真的是煙來的 不是效果 是肩的 肩煙來的 你看到白色的味道 但流沙還可以 但我喜歡它 有些人會喜歡一支出來 我曾經吃過流沙一支出來 就飛出來 它又不是很多 它的份量不是太多 所以你如果怕吃流沙的話 這個可以吃 就不會很濟 對 你會覺得很邪惡 你嫌邪惡的話這個可以 好 最後一個就是你必須會試的東西 就是這個灌湯餃 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吃灌湯餃的人 因為我小時候是喜歡吃那些沒有湯的灌湯餃 就是湯裡面的那種 是用豬皮凍整的 明白 以前是用豬皮凍整裡面的湯 但是因為工序繁複 利潛少 越來越少人做 我想現在除了鹿羽鳳城之外 做湯在裡面的不多 不多 但反而小籠包每個都把湯做在裡面 對 我做到就行了 這些人 為什麼小籠包你又覺得工序沒有問題 但是灌湯餃又不想做這個工序呢 因為它用豬皮凍 不是 但是小籠包也是用豬皮凍的 對 大個 可能 因為灌湯餃都比較大個 4-5吋 那就應該容易做過這個小籠包 它爛就爛 皮會再薄 怕會爆 因為裡面太重量了 對 它一卸了豬皮凍一卸出來 怕它會爛 這個其實你看到也很飽滿 用竹笙就會比較清爽 口感會好一點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聽起來大驚軒也蠻吸引 有些娛樂性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下一家我未去過的叫望月樓 跟望月月餅有關嗎 不關 所以跟望月月餅是不關的 不關的 這家中菜廳在哪裏呢 在又一城 又一城 又一城 很久沒有去過了 是的 它的裝修就像跟十里洋場那類差不多 就是夜上海 不過它的樓面就會比較高一點 就是因為商場的環境 但是這個比較高 環境會比較闊 整晚都是駁著夜上海那類的歌 周旋等 其中它的點心總廚 就是曾經在永里做過的 點心總廚 好像叫陳世輝 不懂 但是在御龍軒和永里做過 永里皇宮 可以看看它的 因為它有一個點心 為什麼我會特地說這一家呢 它的點心是挺creative的 我們的室內環境 這個其實是蟹巔裡面有蟹肉和蝦 但是這個呢 很大個 我想半個拳頭這麼大 女生吃一吃都差不多半飽了 而且蝦肉蟹肉是不省的 都幾澎湃 這個挺好吃的 这个样子是很漂亮的,再下一个呢? 这个其实叫做灌浆萝卜糕 挺有趣的 我后来问厨师,他说做法是将萝卜煮水 煮了之后有点水,不放萝卜 加些虾米灌到腐皮里 然后蒸熟之后放在冰冻 到吃的时候就切出来拿去煎 吃下去的口感是QQ的,但有很香的萝卜味 因为有点虾米,这个就很好吃 但我觉得有点差,你猜是差吗? 没有辣酱? 对,跟柳卜一样 萝卜糕东西通常都是这样 萝卜糕怎么可以,没有少许鱼均益 就算像西餐一样,在隔壁点鱼均益 卖上也会比较美 我不要说卖上,我本身都喜欢吃 你没理由不放一点辣椒酱 对不对? 我说不要浪费了它 我觉得你再给辣椒酱 不要说是鱼均益,其他什么牌子都好 吃萝卜糕怎么都要有这些 好吃的,这个好吃的,我真的很推荐 好,那你就是试了不少点心? 不是,记留了一点 萝卜糕再加木薯粉,开完之后才灌下去 所以吃QQ的 好,接着我们又说下一间 因为这间你拍了不少,不是很多照片 但值得试的,是不是? 这间就是我试过其中一间任吃点心 点心冰团我们那次去 我意思是刚才有一间望月楼 点心吃了很少,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点心 但望月楼有其他点心很少 不是,有其他点心的 但也值得试的,值得试的 值得试,它有些新的点心 好,说回这间 好,接着我现在说的是香港千禧新世界酒店 以前的日航酒店 日航酒店的印象真的脱不了 很旺,很旧 就算中菜厅以前叫做淘梨 现在都叫淘梨 没有改造 是的,其实我记得所有日航酒店日本那边 如果里面有中菜厅都是叫淘梨 一物相成 即是等于 他们是不会改的 那你好像不知道 日本餐厅也是的 如果你在日本的日航酒店 都好像叫做仓岳 是的 是的 那这个就是我其中吃过一个值得推荐的任食点心 任食的,是 价钱如何呢 本身你要先入会 入会 入会 入去那个会,不用钱 是 但入会之后 你截完之后 连茶戒加一加卡 全部计算 都是三百元左右 OK 五个三百 即是加一都是五个三百的 是的 我当日四个人去吃 一千一百多 但就要先入会 入回他们的会 他大约有二十八样东西 但我最喜欢就是 他的灌汤饺是任食的 你想想 普通一间的灌汤饺 肯定手里七八十元 他不是那只 旧式我喜欢的那只 不是拿汤浸那只 但是 你普通就算拿汤浸 你在外面吃 你都要七八十元 他是任你吃 而且他其他的东西是好吃的 所以我在Facebook上 我写完一篇文章 我自己去吃 写完文章 很多人在我地下留言 说他自己去吃 但相片 老实 就不算很特别 我们看一下相片 这些点心是很大路的方向 如果你想打卡 拍静仔相片 就未必是 这些蝦餃都是 平时我们吃的蝦餃 而且我后来跟他们说 你酒店来的 你放好一点好不好 对啊 蝦餃有少少移位 下一张相片 我直到他说 这个是什么 味菜蒸鲜油 鲜油的样子 真是一般酒楼的样子 也像鲜油 鲜油 也是一般的卖相 再下一个 反而有少少帥 就是这个灌汤鱼 虽然是汤在外面 但样子就好一点 你看到一些折纹 其实在这里 是 有努力做的 是的 这些汤是很鲜甜的 吃下去的肉也很紮实 再下一张相片 就是猪肚烧麦 这些卖相也是 也是的 跟刚才的富豪金店比 那它又差一点 是啊 就是可能任食和阿勒卡的分别 一来定价分别已经在了 二来可能涂里是不是本身 在卖相上都是这样的 我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我十年前都开始在涂里吃饭 但是它也是比较平实一点 它不是怎么卖的东西 但是这次来算 它的东西不是很好吃的 很好吃的 ok 接着下张相片有什么点心呢 这个是牛肉煎米粉 这个也是点心的 是啊 我最多以为是小菜 我告诉你 我所写的 它里面是包含的 那28样里面 是有丹尼 有粥 有粥 有炒米粉 有煎米粉 我是略念它咸了一点 这个 但是你看到青椒也很翠绿 米粉是脆口的 它下面的浸是一些煎过的米粉 明白 吃下去是脆口的 好 接着下一张相片是什么 叉烧 多漂亮 这是猪颈肉 猪颈肉 猪颈肉 但是叉烧做法 是啊 老实 你有时不需要太过黑毛猪 做得好吃就好吃 本地猪也可以 其实很好吃 我想再说一次 你去过元朗吃天忌 有很久了 天忌的叉烧 我昨天又吃过本地新鲜猪 真的很好吃到云 不用松肉粉什么都不用 也不用塗很多蜜糖 真的正好 你会烧差很远 再看看下张相片 你看看不是很多汁 不用很多汁 OK的 煎堆 芝麻就少了一点 但是身体是很挺的 热烈烈的 上来的时候 它也是即做的 最后一张相片看上去 脖子布甸 这个就差一点 样子就差一点 吃味也差一点 吃味就OK的 都香的 但是我觉得 不过算了 300元 全包了 任食点心 有很多没有出来的 还有没有海景 没有海景 也叫做酒店环境 尖沙咀东部 算是这样 其实是爆的 不怕说 是附近很多 现在说回 当天看到很多附近酒店的人来吃 我不意外 是酒店自己同行给钱来吃 所以其实是信得过的 大家也可以留意 因为一行酒店自用 换了Brand name之后 其实很多朋友都没有特别再去 是 现在值得留意